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接着就要看对卦 最后一个金卦 就是八个金卦里面的最后一个出现了 第五十八卦 我们一起念他的卦词 对 亨 利 真 为什么这里不提缘呢 这里不提缘是因为对是代表秋天 秋天在夏冬之间 他本身就没有春 知道这意思吗 你可以想像这个后天八卦 后天八卦里面对卦在西边 我们说春夏秋冬 春天是正卦 夏天是离卦 秋天是对卦 冬天是坎卦 秋天在夏跟冬之间 所以这边只说到亨利真 因为 圆亨利真也代表春夏秋冬 就这么简单 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解释 他为什么讲亨利真 而不讲缘呢 因为他是对话在秋天 有夏 前有夏或有冬 跟这个春天的缘呢 倒是无法接触 好那接着我们看他的创传 我们一起念 谈约 对岳也 刚中而柔外 岳以力真 是以顺乌天而应乎人 岳以鲜明 明忘其老 岳以泛难 明忘其死 岳以知道民劝之以 好 这边又提到什么 顺乌天而应乎人 这是第二次出现了 上次出现的是什么地方呢 是格挂 汤武革命 顺乌天而应乎人 那么 这里提到一个政治的作用 是非常高明的手段 刚强者居中而柔顺者居外 是因为喜悦才可以适于正顾 就是外面显示喜悦的样子 因为他这是阴遥在外 叫对挂 因此要怎么样呢 顺从天道应和人心 有的喜悦在来领导百姓 百姓就会忘记劳苦 就是你要让老百姓很开心心悦臣服 那么你要靠说话 所以你说话说的好听 虽然没有实际的利益 老百姓听了也会觉得很高兴 所以作为领导说话太重要了 给你机会你可以向老百姓说话 你说话说的好 那真是振奋人心 你不用花什么金钱力气 你说话说的好 你说话说的不好的话就糟糕了 那老百姓听了生气了 有了喜悦再去冒险泛滥 百姓就会忘记死伤 打仗也是一样 让老百姓知道说 我们是打仗是应该的 为了知子孙孙 那老百姓就去冒险泛滥了 所以喜悦的伟大作用 是要振作百姓的心智 明劝已在 劝这个字就是振作 劝就是振作 庄子里面有一段话 在他的这个逍遥游后面就出现了 他说一个人修养的时候呢 要做到举事而欲之而不加劝 举事而非之而不加举 就是全天下人都称赞你 不会让你更振作 全天下人都批评你 不会让你更沮丧 这不容易啊 为什么 代表你内心有个定见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别人的反应啊 那是别人自己在选择 你们劝我 我不会更振作 就是我本来就已经很振作了嘛 那你们批评我 我会沮丧吗 不会 我也不会因为你批评 我就变成泄气了 所以这个劝这个字 在古代常常在用这个字 我们现在看他的大象 相约 利则对君子以朋友讲习 太好了 朋友讲习 我们现在上课就是朋友讲习 那么利则对 沼泽与沼泽互相依附 利这个字啊 就是依附的意思 我们说过梨挂不是利吗 利不是依附吗 就是利则就是两个沼泽 依附在一起 这就是所谓的曾子说的 君子以文会友 亦有辅人 曾子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什么叫以文会友呢 我们交朋友常常需要 有一些具体的事情来互动 你没有具体事情 大家聚在一起发呆干什么 要不然讲八卦有什么意思 对不对 聚在一起就要有一些聚在 那什么事情呢 文 文往往包括文艺在内 和大家聚在一起谈文论艺 说说这个什么电影小说音乐 或是这个当然也有人喜欢唱歌 那也可以 这都是一种文艺活动 那你以文会友的目的何在呢 你希望交朋友要记得 依有辅人 什么叫依有辅人 用朋友来帮助你走上人生的正路 所以孔子为什么提到 要义者三有 损者三有 有义的朋友 有好处的朋友 给你带来帮助的 就是有只有让有多文 他的目的是要帮助你走上人生正路 我们还经常记得 孔子所说的人 仁义的人 就是人生的正路 就是你交朋友做什么 交朋友就是为了走上人生正路 因为一个人走路很孤单 有时候人生回来世界上 找到同志不容易 志同道合的不容易 那你找到之后呢 大家之间相处 就要用文 文艺 包括文化跟艺术这些 那么你目的是要让大家 随着年岁的增长啊 可以一直走上一个人生的正路啊 这才是理想的情况 所以朋友讲习啊 他就用对话来说 我们看到的内容 第一个初九 初九何对疾 想曰 何对之疾 行为已也 初九应贺而喜悦 即祥 为什么呢 因为行动没有疑惑 初九与阳瑶居刚位有动向 他在下卦队中 对为口为悦 上卦也是对卦 形成上下互相唱和的局面 所以这个和应和啊 就是说我初九 你上面也是一个对卦 来互相应和 那么这个卦怎么来的 是大壮卦变的 因为前面的迅卦呢 是顿卦变的 那这个是就是大壮卦了 就是雷天大壮 那么变为对卦过程中呢 本来只有初九跟九十无印 一变而为对卦 则各遥皆不印 随着初九来说的话呢 任何行动都不会有差错 是行为已也 这边很有意思啊 这边我们看一下大壮卦 雷天大壮 大壮卦本来是你看 初九跟九十不印 但是呢 二跟五呢 印了 三跟上呢 也印了 所以只有初九跟九十不印 变成对卦之后呢 各遥都不印 所以初九为什么 没有问题呢 对不对 变成对卦之后大家都不印了 本来大壮卦只有我跟九十不印了 现在大家都不印了 就是心情好一点 不然看到别人成双成对的 你一个人 这个心情当然会受干扰嘛 所以这个初九呢 是印何而喜悦 好 再看九二 九二扶对疾鬼王相悦 扶对自己信质业 九二是诚信而喜悦 吉祥妄恼消失 诚信而喜悦 吉祥是因为心意真实 我们看这个 九二是阳瑶为十 居中间的位置 有忠实之相 所以说信质 所以说他的心意真实 九二跟九五不印 但仍然吉而毁亡 原因是什么 九二本来在大壮卦所正印的六五呢 现在下来成为六三 与他相比为零 这是因为诚信而产生的喜悦 所以此吉 原来是这个意思 大壮卦变成这个对卦是怎么变的 所以大家一看也知道 大壮卦变对卦一定是这个跟这个坏 这样才能变成对卦 那对九二来说的话呢 他本来跟六五正印 现在六五下来了 这是六五下来了 所以对九二来说的话呢 这本来是六五 六五跟他本来正印 正印之后换了之后 他带他等于是跟他变成邻居了 那么这是因为诚信而产生的喜悦 所以变成吉了 六三就凶了 我们一起看 六三来对凶相约 来对之凶为不当也 我们刚刚看到了 六三从六下来变六三 六三的来到才形成了对卦 所以称之为来对 看到没有 来这个字 六三本来是六五 六五下来就是来 那么来来求悦 有奉承之嫌 问题在这里 你要带来喜悦 你不能刻意去制造 你要讨好谁 那这就有问题了 我们也知道 一个人要讨好别人的时候 他本身根本就没办法坚持原则 我要讨好你 我就经常捡你喜欢听的话 他首先就失去了诚信 说话有个重点 说话是表示心意言为心生 以诚信为主 你如果说我现在说话想要讨好你 那我一定是不诚信的 捡你喜欢听的话来讲 这样一来怎么相处呢 这样一来后果一定是不好的 就在这里面就有很深刻的一种教训 就是一张口你怎么去用 好再看九四我们请念 九四商对为您借吉有喜相约 九四之喜有庆也 商量而喜悦叫商对还不能安定 九四还不能安定是因为他在上下之间嘛 对不对底下是一个对挂上面也是一个对挂 那么隔开的疾病就会有好事 九四的好事因为有喜庆怎么说呢 九四在上下二口之间代表写上二位定 两口并现一定是还在讲话 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九四的吉那是为什么 你跟初九的疑嘛 初九有疑 九四有吉 他们两个不能正应 你的九四位置有问题嘛 你看六三就因为位置不对弄成凶了 那九四的位置也是不稳的 那么隔开就怎么样 喜跟疾病用专者便宜的好事 九四之性还在于他处于户序里面 六三九四九五之中的原因在这里 所以他这边变成是隔开疾病就有喜庆 疾是因为他跟初九的疑 初九有疑 九四有疾两不正应 但是各遥皆无正应 所以这个疑药很容易就被化解掉了 隔开疾病就有喜庆 我第一次沾挂的时候 正在教学生就沾一挂 但是禽流感很严重 同学们都有关于说 禽流感这么严重怎么办 就沾到这个 隔开疾病就有喜庆 禽流感你没有办法预防 你只能隔开 让你避开那些飞禽 或者去很多地方 都要避开这种鸟类或者积压这些 所以当时算说这个是禽流感怎么办 他就来一个隔开疾病就有喜庆 所以当时大家都觉得 这沾挂实在是很神奇的 他跟你问的问题就可以配合 后来我特别写一篇文章 因为我整个查了一下 已经有三百八十四疗 跟那个疾病有关的 大概只有七八个疗提到疾病 然后只有这个疗最适合这个禽流感 换句话说 他说你不用沾挂你自己翻银巾 翻了半天这个很适合 那你沾挂沾沾出来也是这个 他有时候就这么巧 就是你自己找到不见得找得到 他给你一旦就沾出来了 好我们一起看这个九五怎么说 九五福于波有利向悦 福于波为正当也 你看九五为正当 那么六三为之不正当 那九五为什么还是有利呢有危险呢 受到衰退的人信赖有危险 波氏子上六而言 他浮于波马 他被上六所信赖 上六是拳挂最终的位置 夏林两个洋瑶的进逼 有如被波氏的衰退之人 就有点像怪挂那上面的上六 怪挂是底下五个洋瑶往上逼 那么在大壮挂里面上六有九三正印 在对挂里面九三变成九五 所以九五对上六是浮于波 他们两个本来是这个正印嘛 现在是三跟五化我还记得吗 在这个九二的时候呢 看到六三不错 他以前是六五嘛 跟我九二正印 现在跑下来跟我这个做邻居了 那现在这个九五呢 九五本来是九三啊 九三跟上六正印了 那现在跑来变九五之后 跟上六变邻居了 所以他变成是受到上六的信赖 是这个意思 好 最后看看怎么结束呢 上六是主摇了 我们先念 上六引对 下约 上六引对未光也 上六是牵引而喜悦 因为自己的路不宽广 他以硬要居柔味 实力有所不足 又在对挂最终的为止 喜悦已经接近尾身 所以上六要怎么样 要靠牵引 由九五而得到喜悦 上六只能靠九五嘛 因为他们在大壮话里面 本来是上六跟九三嘛 那现在九三变成九五 所以上六跟他就是牵引过来了 所以这就是因而得到喜悦 所以我现在讲这些什么变啊 怎么转过来的 同学们都可以听得懂 代表你们的这个程度功力啊 已经是不错了 你要是没有上这些课 你说什么九三变九五 马上头都昏了 什么九三什么九五 就不知道在说什么 这就是一种这个学习 为什么说不学一定不会 原因就在这里 那学了不一定会 这个因为沾挂 其实结挂是不容易 刚刚有些同学啊 说他们要出国 三个人沾了挂 沾了挂 支挂全部是一样的 非常巧 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三个人要出国 沾了挂不一样哦 但是支挂变出来 全部是虚挂 通通一样 必须去同个地方嘛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你说 很多人问一个问题 答案会不会一样 当然不一样 但是他支挂变化 最后结果恐怕都是一样的 我做过最有趣的一次 就是在这个交易经 有三百多位同学 叫他们沾挂 先用筹策 沾出来一个挂 再用数字挂 三百多人啊 我说你们给我三个三外数 不是一个人给的 是三个人给的三位数 结果公开演算 三个三位数 跟我们沾挂十五分钟沾的 完全一样 当时大家都觉得有点恐怖 因为这种太神奇了嘛 对不对 你用筹策沾沾了十五分钟 大家头都快昏了 这个七八九啊六啊 出来了一个挂 然后三个三位数 三个人喊出来 不一样的地方喊出来的 一算完全一样 连变谣都一样 所以像这个就是 我们有时候感觉到 祖先的智慧啊 真是伟大 我们上这个课 没有任何神秘的地方 我也没有跟你说 你这个挂药解说 这也是很复杂 也没这么复杂 你看到什么 跟我看到什么是一样的 只不过说 你理解的时候是不是 不要太主观 因为我看同学们 很多时候沾挂之后要解挂 他有时候都会 先心里面希望有一个答案 你这一主观 你就不容易看得清楚啊 那你问我 为什么觉得我好像 讲得比较清楚 因为我没有成见啊 对不对 我只看你这个学术上 有什么答案出来 你个人有什么遭遇 说实在 我无法关心 也不可能关心 是不是 我只告诉你 事实上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有时候 讲得不见得正确 因为只有你自己 最知道你在问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听我讲完毕之后 书上你就自己慢慢看 其实你们讲完毕之后 你说你不会解 你都会解 只是说你没有愿意 花时间在这个书本上 这个治理行间 去寻找那个 他的这个 这个是教训而已 所以这是一个习惯 所以有时候 你听别人解 马多比较会解 你提自己解 心里面有固定的一种愿望嘛 所以反而被遮蔽了 谢谢大家